年轻男子被一只蜜蜂折伤竟倒地不起 老人发生交通事故入院治疗 病情却急转直下 看似简单的意外 为何让他们撒手人寰 离奇的死亡究竟该由谁来负责 意外之祸 谁之过 法律讲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这天清晨在北方某农村 一处蜜蜂养殖场里 有两个中年男子 正在穿着严密的防护服往车上搬运风箱 就在这个时候 车门突然被打开了 只见一个年轻男子从驾驶室里滚落了下来 一边捂着脸 一边大声地喊道 救命啊 蜜蜂遮人了 见到他这个样子 正在搬运风箱的两个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小赵啊 一只蜜蜂就把你吓成这样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 谁知道 话音刚落 这名年轻男子竟然开始口吐白沫 这下 可把原本看热闹的两个人给吓坏了 他们赶紧手忙脚乱的拨打了120 把他送进了医院 而更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 就在他们把倒地不起的男人送到医院不久 医生遗憾地宣布 这名男子经抢救无效 死亡了 什么 一只蜜蜂竟然把一个大活人给遮死了 这名男子猝死的背后 会不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这名去世的男子叫做赵健 平时靠拉货为生 搬运风箱的两个人 一个是蜜蜂养殖场的老板李洪超 一个是他的哥们刘冠军 这个李洪超开蜜蜂养殖场已经十多年了 平常都是自己一个人来担心打理 偶尔忙不过来的时候 就找几个临时的帮工 这不 最近他正好和临省的一个客户签了合同 需要找一个司机把蜜蜂拉过去 这李洪超呢就找了自己的哥们刘冠军 让他帮自己找个靠得住的司机 而刘冠军呢想起了自己的远方亲戚赵健正好有辆车 于是啊便找到了赵健 把这个事就给他说了 这个赵健一听啊 觉得反正啊距离也不远 顺便呢去外省啊旅旅游 因此啊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转天开车就来到了李洪超的养殖场 因为养蜂多年啊 李洪超知道在搬运风箱的时候啊 可能会有被蜂遮咬的风险 因此呢他和刘冠军啊都穿上了严密的防护服 并且让坐在驾驶室的赵健也穿上 不过赵健却说啊 这防护服啊不透气 穿着太难受了 再说了我在驾驶室里 这蜜蜂啊又进不来 见赵健觉得无所谓啊 李洪超也就没再坚持 开始和刘冠军啊 异相相的把蜜蜂啊装上车 可两个人搬着搬着 却听见赵健在驾驶室里大声呼救 跑过去一看 原来啊赵健并没有把床虎关炎 有一只蜜蜂啊趁机飞了进去 不偏不移 正好在赵健的脸上遮了一下 眼看着赵健只是被蜜蜂遮了一下 就连滚带爬的大呼救命 李洪超和刘冠军都觉得是小题大作 然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 却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料 就是蜜蜂轻轻这一遮不但把赵健遮进了医院 最终还要 喊命 面对从抢救室出来表情凝重的医生 李洪超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他养了这么多年的蜜蜂 见过无数人被蜜蜂叮咬 他实在是想不通 只是被一只蜜蜂遮了一下 怎么能要他的命啊 而与此同时啊 赵健的老婆刘霞和女儿在接到通知以后啊 也赶到了医院 当听到丈夫已经去世的消息后 刘霞一下子瘫了下去 坐在抢救室门口一边哭一边大喊 你就这样走了 可让我怎么活呀 由于人命关天 当地的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 很快就开始了解情况 不过根据抢救医生的介绍 除了蜜蜂遮咬的伤口外 从死者赵健的身上 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之处 而要想真正弄清楚赵健死亡的确切原因 只能对遗体进行尸检 这时候呢 刘霞犹豫了 一个呢 是因为连医生都说了 赵健很可能是因为啊 疯毒过敏而死 二是因为呢 刘霞也不想让丈夫死后 再受这样的折腾 再加上 大家都是相里相亲的 赵健和刘冠军啊 还有亲戚关系在 因此啊 四两再三以后啊 刘霞找到了村支书 表示自己啊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不过呢 由于赵健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因此啊 刘霞也希望李洪超和刘冠军 能给自己一些适当的补偿 很快啊 刘霞就在村支书的带领下 找到了李洪超和刘冠军 而在了解了刘霞的来以后啊 李洪超觉得十分的委屈 姐啊 这件事你也清楚 你说谁能想到 一个大活人竟然被一只蜜蜂 给遮死了 而刘冠军啊 这时候也在旁边伸出了手 指着手上被蜜蜂遮咬的痕迹说 就是的 姐啊 你看 这是当时为了揍小赵 我被蜜蜂遮的 现在不就也是一个包吗 听李洪超和刘冠军这么说 村支书接了话 小李小刘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啊 再怎么说 他也是帮你们的忙 才被你的蜜蜂遮死的 而且啊 这做生意的 不都讲究个和气生财的道理吗 听着村支书的话 李洪超和刘冠军啊 尽管还是觉得不太服气 不过 为了达到稀释宁人的目的啊 两人最终答应 赔偿五万元 给刘霞母女 赵健一个小伙子 竟然被一只蜜蜂折死了 由于这样的意外过于离奇 因此在案件发生后 很快就成了大家 差于饭后讨论的热点话题 可随着大家的讨论 却慢慢出现了一些 不和谐的传言 而一心等着赔偿金补贴 家用的刘霞 也随之被推上了封口浪尖 这一天 刘霞正在家里准备做饭 没想到女儿放学回家后 却哭着回来了 一进门 女儿问刘霞 妈妈 他们都说爸爸 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死的 结果咱们家趁机 想额人家的钱 妈妈 真的是这样吗 听到女儿这么说 刘霞是万分震惊 丈夫的骤然去世 已经让他们娘儿俩 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现在自己竟然还要承担 这种闲言碎语 她实在是无法接受 别人对自己和女儿的 这种重伤 担上额钱的骂名 更不想让丈夫 死的是不明不白 于是她鼓起勇气 找到了律师 对案件进行了咨询后 刘霞很快向法院提取了诉讼 要求确认丈夫赵健的死因 并要求李洪超和刘冠军 赔付赵健的死亡赔偿金 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那么接到法院的传票后 李洪超刘冠军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在了解到 自己被刘霞告上了法庭后 李洪超和刘冠军 同样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李洪超更是赌气的说道 去法院就去法院 正好弄清楚 我们到底该不该配钱 在案件庭审过程中 受法院的委托 司法鉴定中心 对赵健的死亡原因 出具了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署 根据事件显示 赵健死亡原因 属于遭封折后 引起过敏性休克而死 而其产生过敏性休克的原因 则与其体制有关 那么根据这份建议结果 在这起离奇的案件当中 那么李洪超 刘冠军 到底应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呢 这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 侵权责任中的直接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法中的因果关系 是指不法侵害行为 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常这种因果关系 表现为两种异形态 即直接因果关系 和间接因果关系 直接因果关系 是指不法侵害行为 不需要与其他因素相结合 就可直接引起损赫后果 发生的因果关系 此案例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 适用的是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司法禁令结果 蜜蜂叮咬是导致赵剑死亡 损害后果发生的直接原因 如果没有蜜蜂叮咬这个起因 即使赵剑的体制再特殊 也不会有过敏致死的后果 因此蜜蜂叮咬与赵剑死亡 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而在搬运蜜蜂的过程中 李洪超 刘冠军 虽提醒过赵剑穿着防护服 但在其拒绝造成危险隐患时 未及时制止 故应对赵剑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而赵剑呢 作为提供劳务者 也应对自身的安全 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但其在封箱装箱的过程中 被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其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 存在一定的过错 与此同时 单置蜜蜂叮咬 致人死亡的情况非常罕见 赵剑自身的过敏体制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损害后果 故赵剑自身的特殊体制 与损害后果的加重之间 有因果关系 应当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最后法院判决 李洪超 刘冠军对赵剑的死亡 损害后果 分别承担60% 15%的赔偿责任 而赵剑自己承担25%的赔偿比例 综合计算 判决李洪超 刘冠军 分别赔偿刘侠母女36万元与9万元 在法院判决以后 李洪超 刘冠军也意识到 对于这场悲剧的发生 自己的确存在疏忽大意的地方 因此积极履行了赔偿义务 而在这场诉讼之后 刘霞借丈夫死亡之机 讹诈钱财的谣言也不攻自破 这下他和女儿终于可以抬头 挺胸的生活下去了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 有没有侵权责任 主要看起因和结果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 有时候呢 看似不起眼的一点小事 却因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此造成侵权人 要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 而在接下来的案例中 男子开车发生交通事故 撞倒老人后 老人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不过呢 这样一起看上去 十分严重的案件 撞人的男子却只承担了 很小的一部分赔偿责任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男子开车出事故 年迈老人被撞倒地 本以为老人的伤势并不大碍 不想住院后 却突然离世 撞人的男子 无意间得知 老人过世前 已身患绝症 那么他的死亡和车祸 到底有没有关系 意外之祸 谁知过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这一天 南方某市的一条公路上 一名年轻男子 正开着新买的汽车 在公路上急驰 他的名字叫肖磊 在城里上班 三十岁了 一直也没有对象 父母十分着急 于是老两口拿出了 全部的积蓄 盖了新房 又东拼西凑地 给他买了辆小汽车 希望他能早点 引来金凤凰 而这次呢 肖磊就是开着新车 回老家准备相亲的 然而 就在他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 却不知道 从哪里突然闪出来 一辆电动车 而且呢 这电动车的速度 还相当地快 直愣愣地 冲着肖磊的车 就冲了过来 肖磊的心里啊 暗叫一声 不好 可是啊 尽管肖磊啊 把刹车都踩到了底儿 但却还是没有躲得开 没等肖磊的车停下 只听啊 砰的一声 两车啊 就撞到了一起 这可把肖磊给吓坏了 他赶紧拉开车门 下车去看看 只见啊 骑车的是一个 六七十岁的老大爷 躺在地上 不住的身影 眼见老人还活着啊 肖磊啊 心里边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平复了一下心情 马上拨打了120 急修电话 将老人啊 送到了医院 经过详细的检查 老人呢 主要是头部擦伤 情况不太严重 暂时啊 没有生命危险 而当地的交警大队啊 根据现场的监控 等相应的证据认定啊 在这次事故当中啊 肖磊和老人 各自承担同等责任 根据这个结果啊 肖磊马上 报告了保险公司 并开始啊 进行相应的 理赔程序 眼见事故 有惊无险地得到了解决 肖磊总算松了口气 然而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就在车祸过去几周之后 肖磊刚刚才恢复 平静的生活 却被父母的一个电话 再次打破 看似已经平息的交通意外 也突然横生枝竭 只听父母啊 在电话里啊 焦急地说道 磊磊啊 你赶紧回来吧 出大事了 你上次撞的那个老人啊 在医院里去世了 听父母这么一说 肖磊一下子就懵了 当初医生不是说 老人没有生命危险吗 这怎么不到一个月 就突然去世了呢 肖磊啊 顾不得想太多了 火急火燎的 开着车赶回了家 他一进家门啊 就看见屋里坐满了人 而自己的父母啊 正在一群人中 又是鞠躬 又是拱手地赔礼道歉 一见肖磊回来了 一群人啊 马上就围了上去 七嘴八舌的 要找他有个说法 询问之下 肖磊得知啊 这些人啊 都是自己撞倒 那个老人的亲属 老人呢姓姜 家啊就住在林镇 今年啊 已经七十五岁了 这姜大爷啊 在被肖磊撞倒之后啊 在医院 住了二十多天的院 一直进行着治疗 可没想到的是 就在昨天病情突然恶化 去世了 这时啊 只听姜大爷的儿子说道 肖磊啊 虽说发生交通事故啊 你和我爹啊 都有责任 不过啊 要是没有你这么一撞 我爹啊 肯定也不能这么突然 就去世了吧 所以说啊 我们也不狮子的开口了 你就赔偿给我们啊 二十万吧 毕竟一条人命啊 被你撞死了 二十万元 也不算多 二十万 对方的话一出口 肖磊和父母啊 都愣住了 这肖磊家经济条件一般 就只有肖磊一个人 在城里打工挣钱 再加上又买了汽车 现在别说二十万了 就连两万元也拿不出来啊 肖磊的父亲啊 健壮 只好一边道歉 一边小心翼翼的和对方商量 表示呢 一定积极的筹款准备赔偿 不过现在呢 手头确实没有那么多钱 还需要和亲戚朋友们 筹措一下 而姜家儿女啊 眼见着肖磊一家的态度啊 还算可以 便也啊 没有过多的为难他们 表示啊 今天先这样了 但是一个月之后 必须得凑到钱 说完便起身离开了 虽然暂时劝走了 姜大爷的一家人 可是这二十万元 该去哪弄啊 这可把肖磊啊 和他的父母啊 给筹坏了 无奈之下 肖磊的父母啊 只能是马上 马不停蹄地开始筹货款 而后呢 肖磊啊 也一咬牙 把刚买几个月的汽车啊 也给卖了 这才算是 凑够了这二十万元的赔偿金 拿着东挪西界凑来的赔偿金 肖磊的心中无比沉重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只是擦伤的姜大爷 为什么会在医院突然过世 不过也许正是应了 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 就在肖磊无奈地准备赔钱了事之时 一个人的出现突然让他意识到 姜大爷的死也许另有原因 这天啊 就在肖磊赶去银行 准备给姜大爷儿子汇款的时候 却突然被人叫住了 徐生一看 肖磊认出了 这是自己高中时代非常要好的同学 两个人便闲聊了几句 同学便问啊 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 最近遇到啥事了 一看同学问道 肖磊也忍不住吐出了口水 把自己不小心撞死 临着姜大爷的事情啊 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然而呢 让肖磊没想到的是 等自己说完 这个同学啊 直接说了一句 哦 原来这个姜大爷是被你撞的呀 肖磊觉得很奇怪啊 赶忙问道 你认识这个姜大爷吗 同学答道 这不巧了吗 我姐就住在姜大爷的旁边 他们俩是邻居 前两天啊 刚听他提起啊 说是出意外了 姜大爷啊 去世了 顿了顿之后啊 他又紧接着说啊 不过啊 这姜大爷也够可怜的 据说啊 早前就查出了肺炎晚期 没想到 还遇上了交通事故 这不 说走就走了 什么 癌症晚期 真是说着无心 听着有意 听了老同学的话 一个想法 突然在宵里的脑海中 蹦了出来 既然这个姜大爷 是癌症晚期患者 那他的突然去世 是不是和癌症有关系呢 一瞬间 萧雷仿佛看到了希望 他和同学告别以后 马上打电话给家里人 把这个重大的发现 告诉了父母 三个人一商量 觉得必须把姜大爷去世的原因 调查清楚 再说 这边是萧雷和父母决定 先把赔偿的事 先缓一缓 而另一边 姜大爷的儿子 见萧雷 没有按规定的时间 将钱转过来 便打电话 质问是怎么回事 而接起电话后 萧雷也被隐瞒了 直接了当地说 大哥 我们已经知道了 您父亲是一名 癌症晚期患者 我们需要去医院 调查清楚 他的死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 赔偿的事 先缓一缓吧 听见萧雷说出 癌症晚期四个字 电话那头 姜大爷的儿子 先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这件事 竟然被萧雷知道了 不过 很快他又恢复了平静 是 我父亲 的确是癌症晚期 但如果不是 你把他给撞了 医生说 至少还能活几个月呢 所以说 就是这场奢货 要了他的命 你们必须要进行赔偿 眼看说不通 萧雷 干脆挂了电话 此后 双方又几次 就赔偿金的问题 进行了沟通 却始终 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既然双方 再这样沟通下去 也是没有结果 江大爷的儿女 最终决定 将萧雷和保险公司 都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 死亡赔偿金 三十余万元 那么在本案当中 车祸 是不是江大爷 死亡的直接原因 萧雷呢 究竟是否应该承担 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呢 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讲的 第二个法律点 侵权责任中的 间接因果关系 侵权责任中的 间接因果关系 是指 某一损害行为 不会直接导致 损害后果的发生 需在其他原因作用下 才能引起 损害后果发生的 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认定 是法院 确定 侵权责任赔偿的前提 对于本案而言 江大爷死亡 是本案的果 造成江大爷死亡的原因 是本案需要查明的因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 经法院委托 司法鉴定中心 出具了鉴定意见 江大爷的死亡主要原因 系右肺中围形肺癌 并转移 直接死因 系呼吸衰竭 而车祸外伤呢 一般情况下 不会导致其呼吸衰竭 其呼吸衰竭 主要为自身疾病转移所致 故其死亡 与此次外伤 无直接因果关系 但此次外伤 导致了江大爷 头部外伤 致其抵抗疾病能力下降 外界智商因素 与损害后果之间 存在间接因果关系 故以此评定 此次交通事故 外伤 与江大爷死亡的参与度 为12.5%左右 随着司法鉴定结果的出炉 江大爷突然去世的真相 终于水落石出 既然江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 是癌症导致的呼吸衰竭 而非车祸外伤 那么作为车祸的另一方当事人 萧磊究竟需不需要 对江大爷的死 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这样一起不寻常的 交通肇事案件 人民法院最终会做出 怎样的判决呢 此案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 适用的是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司法鉴定中心的 鉴定结果 车祸外伤 对江大爷死亡的参与度 为12.5% 可以作为本案处理 江大爷死亡所损失的 计算依据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 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的 相关规定 法院依法核定 江大爷的医疗费 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 共计为40万元 按照12.5%的参与度计算 保险公司和萧磊 需要承担5万元的赔偿责任 其中保险公司承担 90%的赔偿责任 萧磊自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因此法院最终判决 保险公司赔偿4.5万元 萧磊赔偿5000元 在拿到判决书之后 萧磊一家人总算是送了一口气 在弄清了自己究竟应该承担 怎样的责任后 萧磊及时履行了判决的赔偿责任 而姜大爷的儿子也认识到 萧磊和姜大爷的车祸 并不是导致姜大爷去世的直接原因 自己之前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车祸 的确是错怪了萧磊 从今天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侵权责任的大小 不只要看侵权行为的大小 还要看侵权行为与结果是否有直接关系 第一个案例中 如果没有密封钉咬 赵剑既是体制再特殊也不会死亡 而第二个案例中 车祸却并不是姜大爷死亡的直接原因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姜大爷的死亡 而这种对于因果关系的细致划分 也是法律公平的体现 我们说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都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 尽可能避免可能造成侵权后果的事情 这样既是保护他人 也是保护自己 好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男子与老同学喝酒 宿醉醒来后 发现账户里的钱少了五万 另一男子遭到抢劫 劫匪嫌钱少 逼他刷脸贷款 两个案例都是用刷脸的方式获取 无益之财 利用科技构成的犯罪行为 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被刷脸之后 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